小马是一位顶级杀手 手速之快 枪法之准 决斗中从未遇到过对手 年纪轻轻就如此本领 实属罕见 然而直到遇到另一位高手中的高高手 老爹 他才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此人无论是在枪法和江湖经验上 都比小马高尚一筹 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杀死仇人 小马年幼时家庭富足 生活无忧 某天夜里 狂风骤雨 一伙马贼闯进家门 杀死父亲 强奸母亲 姐姐 小马躲在鸡脚嘎拉里 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暴行 其后 妈妈和姐姐被他们全部杀死 小马没有哭泣 没有凌乱 反而记住了他们身上的每一个重要标志 突然 他被一个悬挂骷髅头的男人带到院子里 庆幸躲过一劫 此后 15年里 小马每日不停地练习射击 其射击技巧和速度均达到了顶级高手境界 当地警长多次找到他 希望能够接替自己成为新的警长 某天 镇上来了一位神秘男人 老爹 小马对他很好奇 但却没有实际接触 晚间 两名杀手潜伏到旅馆里 刺激刺老爹 被老爹从身后两枪打死 警长听到枪声匆匆赶来 老爹辩解 他是为了自卫才开的枪 警长警告老爹 我要求你尽快离开这里 第二天 警长来到小马家里 带给小马两个东西 小马一眼就认出了这玩意儿 因为在小时 马贼们就曾给他留下一个 警长告诉他是两个杀手的 杀死他们的人 我已经让他离开了 小马一停 立马动身前去追赶 还是老爹江湖经验丰富 从身后一把截住小马 卸下手枪 不要动 小马没有说话 从马上取下一个马刺 老爹告诉他 咱们的敌人是同一伙人 小马希望能够和老爹联手 但老爹认为 此时小马内心拥有深仇大恨 假如行动起来 肯定会受到情绪影响 为防止小马再跟着他们 他牵走了小马的白马 老爹一个人来到另一个小镇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要账 此前 那两名杀兽就是这位老板指派的 他想用一百美金来打发老爹 老爹子开口索要一万五千美金 并给他一天的时间 此前 老爹曾为他坐牢十五年 每一年按一千美金来算 大胡子并不想给老爹 当天下午 小马匆匆来到赌场 寻觅老爹踪迹 他帮助一位赌鬼 拿回了输掉的三十美元 出来乍到 没有人拿他当回事 随即 赌场保安开枪射击 虽然几个人都会玩枪 但都不是对手 接着 赌桌上的警察们纷纷亮出身份 要抓捕小马 大胡子突然出现 他可以作证 小马是出于自卫 并没有故意杀人 当然 大胡子自有目的 他给予小马五百美金 去杀了老爹 老爹是个老江湖 自然对待小马有一套 这一次 他又出现在了小马身后 他告诉老爹 大胡子给我五百美金 让我杀了你 老爹表示 我给他要一万五千美金 他却只给你五百块 那你亏大了 小马很好奇 他为什么要杀死老爹 于是 他便去寻找线索 一名牧师讲出实情 大胡子是个大富豪 凶狠残暴 玩的一手好牌 人送外号 四条A 四条A 这不就是15年前 那个马贼吗 转眼 小马便来到赌场 寻找大胡子 大胡子并不知道 小马要干什么 突然 小马一把撕开了他的衣服 就是此人 来吧 决斗吧 小马给他这个机会 大胡子刚一碰到枪 身上连中四弹 其后 老爹打死一人 出现在小马身后 他提醒小马 小子 以后先看看你的背后 然后再数数开了几枪 片刻 小马走出赌场 发现 自己的马又不见了 车站老伯告诉他 别找了 你的马就在我这里 老爹让我给你一个吻 你还要不要 老爹乘坐火车 抵达下一个小镇 这一次 主要目标为 当地银行的一位老板 此人也就是15年前 杀死小马全家的黑老大 老爹同样向他索取 一万五千美金 理由是 大胡子死了 他的钱得你给 老爹本以为对方 很容易对付 没想到 自己也会马失前提 几名标行大汉 将他架起来 肆意暴揍 黑老大走过来 告诉属下们 这个人还有用 千万不要给我打死了 黑老大有个计划 联邦政府在他的银行里 储存约100万美元 他老早就想据为己有 这一次 老爹自投罗网 让他有了新计划 他利用自己是银行 老板的关系 打死了银行里面的 看守人员 令属下们把金库中 100万美元 全部搬运出来 然后用炸药 制造银行被袭击的假象 接着 他们带着钱和老爹 直奔小镇外面 单独把老爹给放了 很显然 他们就是要将此事 嫁回给老爹 果然 黑老大就是黑老大 他又假惺惺的赶到银行 对死亡的人 大家惋惜 当天晚上 老爹便以抢劫罪 被警方抓获 黑老大带头 要求警长处死他 在不远处 小马刚好看到这一幕 半夜 小马杀了一个回马枪 竟然搞来一列火车 差点把关押老爹的监狱 给拆了 在一个废弃小屋里 小马告诉老爹 我现在就去找黑老大 一对一决斗 老爹劝他 我逃走了 你觉得他们 还会在那里等你吗 也不知道小马怎么想的 他不再将希望 寄托与老爹的合作中 反而单独去寻找黑老大 风水轮流转 这一次 该轮到小马 牵走老爹的马匹了 伴随着大沙暴 小马独自来到一座小院 当他进到屋里的那一刻 三个休息的男人 看见他立马溜之大吉 而老板娘也被吓得不轻 他还以为 小马是和马贼们一伙的 十分钟过后 真正的马贼赶到 几个人强迫几名良家妇女 和他们在一起 小马实在看不下去 便要管一管 不经意间 带头的男子亮出耳坠 他一眼就认出对方 正是当年的仇人 怎么办 你死定了 小马不到一秒钟 直接将他抱头 老大惨死 属下们将实情 告诉了他的哥哥 哥哥悲痛欲绝 学问是谁干的 他们表示 就是这个小伙干的 等等 什么时候小马被抓了 回看一下 就在小马击毙对方时 被人从背后一把砸晕 哎 还是老爹曾经对小马说的对 小子 以后先看看你的背后 然后再数数开了几枪 不得不感叹 小马还是太年轻 江湖经验不足 黑老大学问小马 告诉我老爹在哪 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些 小马假装很害怕 告诉他 老爹就在二十英里开外 没想到 黑老大出尔反尔 将小马捆绑 活活埋在了泥土里 临走时 还故意在他嘴里塞了一把盐 真是年轻人 不讲武德 老爹是何其的聪明 他见到马贼们离开后 才正式来到小院 几名看守 还以为老爹是个小商贩 准备戏弄他 起料 老爹一抬手 四颗子弹 瞬间干掉四个人 他故作轻松地走到小马身边 向他打趣道 老爹 下边凉快不 小马彻底服软 哀求着 老爷子 别开玩笑了 快点弄我出来呀 黑老大 预计七八个小时后 才会回来 老爹和小马 组织村民们 分发武器 挖掘壕沟 设置陷阱 搬运桌子 凳子 将金远大门封堵 终于 黑老大 从外面回来 他们呢 早有计划 分为两队 第一队从正面进攻 老爹一个火把 直接让第一波攻击 彻底玩犊子 黑老大 则带领第二队 从大院后侧 悄悄潜入 紧接着 第一队重整旗鼓 进行第二波攻击 此时 所有村民们 全部都聚集在大院正门口 没有人在后面 黑老大 趁机在他们背后 放冷枪 前后夹击 村民们的防线 瞬间瓦解 随后 战斗一直处在混乱当中 第二天 小马忽然发现 老爹胸前有个骷髅头 等等 他不就是15年前 救我的那个人吗 不对 老爹表示 当年他是去晚了 看到你年幼 不忍心杀死你 我一直在等待 等咱们打完了 我给你机会杀死我 从昨天的大混战 到今天的 有组织围剿 黑老大又有了新计划 他不断派人 悄悄靠近小马 和老爹所在的屋子 一个不留神 扔进去两个汽油瓶 无奈 两个人只好从里面 逃了出来 接下来 就是展现老爹和小马 作战技能的时刻了 大杀爆刮起 黑老大准备在小马身后 放冷枪 老爹一把刀子过去 看来 小马是没有机会 和他一对一决斗了 既然最大的敌人已死 也到了该和老爹 算账的时候了 说实话 这个时候的小马 已经对老爹 不再那么记恨 毕竟 老爹没有参与 当年杀他全家的过程 他要找的 或许只是那份复仇的感觉 最后 一颗子弹 不是留给老爹 也不是留给自己 而是留给敌人 好了 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观看原片 死神骑马来 最后 别忘记点击视频 有啥方 订阅 关注 我们下期见